像這個好 你看上面全部都不同 有沒有看到 這個怎麼有沒有 沒有貼起天花板 對啊 然後有沒有 其實仔細看它所有的 所有的木工都做得很粗糙 你知道那時候我媽 我姐他們來摸的時候 這邊就是會被刮到 說起裝潢不久的新家 屋主小巷卻是一肚子氣 因為屋內裝潢 細看處處是瑕疵 這個其實整個都是木工做的 那我就先問一件事情 到底為什麼 就是你知道 當初還沒有這個銀色手把 就是四格而已 那這樣怎麼拿 這個怎麼拿 它還不是拍拍手 也不是斜腳板 它是整片可以拿起來的 有強迫症的你會發瘋 這個根本沒有對齊 對啊 完全沒有 這沒有對齊 不但是木座收邊粗糙 多處尺寸沒切齊 還凹凸不平 只能再緊急找其他師傅補救 當初因為急著交屋 就找上了不熟悉的木工師傅 沒想到讓整個裝潢過程 糾紛不斷 如果你們真的是 跟設計師有合作的話 直接給他同胞 不要自己找木工是不是 對 因為我是有跟設計師合作 沒錯 但是因為我們有全部給設計師同胞 所以我們有給設計師同胞 的一個問題就是 油漆師傅跟水電師傅 泥座 木工 還有系統櫃互不認識 他一吵架就吵翻了 每個裝潢暗場 都需要各工種的師傅 互相合作 彼此有沒有辦法有效溝通 還有跟設計師之間的默契 都影響很大 一方面它天花板上面的管線太多 配合的工範部分的話 其實對我們來說 最重要一點就是信任度 有信任的基礎之下 才會有一定的一個 就是一個默契存在 那如何找到呢 那通常的話可能會先從我們 可能譬如說以前配合過的公司 那他們使用的工班 因為已經達到一定的基礎 那我們也知道他做什麼 他也知道我們可能會要求些什麼 當中尤其不能小看木座 因為木工是手作工藝 又是裝潢暗場的重點工程 大約會佔總工程的二道工程 木工算是比較中心的工種 因為不管是你的遊戲 遊戲的介面 第一個木工要打底給遊戲座 那水電一樣 水電木工要幫忙出現 或者是他要跑管線的時候 木工需要做包覆 所以這中間木工跟水電 也會有銜接面的問題 或者是天花板的部分 要做收邊收口 那個也跟木座有銜接關係 整個裝潢設計 處處都需要木座打底收邊 在施作的過程中 也要克服各式各樣的疑難雜症 像現在正在施作的暗場 就遇上了天花管線 和造型設計之間的衝突 就是說一鍵線上這邊的部分的話 它是全部都走銘管的 第一個是因為它的管線 跟原本預期的不一樣 所以變成它管線複雜的時候 我們做天花板要有一定的高度跟空間 那這個就會影響到設計師 一開始規劃的造型 所以我們有做一些局部的修改跟調整 因為有時候施工圖畫了 是理想值 可是我們實際上要做的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尤其是又碰到各工種銜接 它有可能管線是我們沒有猜想到的 在權衡設計理想和實際工法之下 找到解方靠的是師傅的經驗累積 我們比較難做的大部分就是造型 那大家也高 所以變成年輕一輩的師傅 就比較難銜接上 那尤其是弧形的櫃子 我們現在最擔心的就是 這個技術的傳承慢慢的會不見 因為都被機器取代掉了 那這個以後會是一個很大的隱憂 會擔心技術失傳 不是沒有原因 因為過去一個木工的養成 從學徒到出師 大約是三年六個月 但現在木作工種分德系要學得更多 培養時間拉長 也面臨人才斷層 那以現在業界平均差不多六到七年 會培養出一個師傅出來 對 所以木工 其實它的養成時間非常的非常的漫長 要能順遞出師 除了自身努力還得靠機緣 像是木作職人簡建強 雖然家裡三代都是木工 退伍後就跟著爸爸學手藝 也難免因為世代差異產生隔閡 那像我跟我爸也是常常在吵架 我記得學徒剛開始在學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是我們吵到半夜三點 只是為了一片忙的關係 對 我覺得腳材可以換邊 因為門篇可以變薄 可是老爸說不行 是事實證明了 老爸是對的 因為這樣門篇比較不會變性 因為它有方向性的問題 我們一邊吸收 然後一邊自己找答案 從錯終慢慢學 一黃眼就已經從事這行二十年 簡建強說自己算是幸運 因為木工這一門手藝 沒有人帶進門 想學都沒地方學 也因為缺工 所以木作工程的收費 沒有一定標準 難以統一 木作的金額比較難統一 第一個是因為 每個人的公司的營運成本不同 那再來師傅做得快慢 每間公司的師傅的能力 也都不一樣 那再來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消費者選擇的材料等級不同 那個差價也會落差很大 另外一塊是現在都 大家都知道面臨缺工的問題 對 那缺工這一塊就是會造成 每個間公司的能力成本不一樣 然後就開始上修 所以現在市場的裝修非常的亂 裝潢市場上價格亂 收費標準也因人而異 除了貨比三家不吃虧 木工的技術能力 有些也稱之不齊 因此消費者在找木工師傅時 可以查看有無相關 裝潢木工技術式證照 評估公司規模 打聽口碑風評 篩選適合的木作公班